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课新闻,我是Kathy 近期南部水晴吃紧,缺水题材发酵 水资源概念股大受激励 再加上核二厂退役,夏季的用电旺季来临 4月的电费涨价也推升了再生能源的全面启动 尽管欧美银行连续的爆雷事件 再加上本周联准会即将宣布升息的决策 市场观望气氛浓厚,交易量急缩 但内施的题材依旧火热 在缺水、涨电的情况下 水资源及再生能源的概念股依旧是逆势大涨 太阳能由硕和茂迪领军 风电股的有贯KY 还有除能重电的华晨、亚历、中芯电 也都同步获得法人的青睐 你也看好能源股吗?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 那可新闻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